Hello,大家好,我是Fiona 今天这视频呢是要来做一件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情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卷头发 很多姑娘评论让我出卷发教程啊 谈不上教啊,我自己都是手残党的一员 但是手残党呢,也有手残党的好处 就是我比较贴近群众 你们看那种大神卷头发吧 她那个卷发帮就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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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就一切都好了 嗯,什么,嗯,怎么了 那你们看我吧 因为就比你们有可能好那么一丢丢 你们就知道,哦,可以起机 今天我们会一起做C卷内扣,C卷外扣 一起烫刀刘海,一起烫发根 然后是最基本最简单的S卷 和一点点的附加题 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我手里的这个是T3的28毫米直径的 其实用T3还是T4什么卷发帮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手 我卷头发前一般会喷一个防烫喷雾 然后我用过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Leaving Proof的 它就是比较蓬松,然后不粘 香味也没有说特别重 有一些防烫喷雾特别黏 第一个要卷的就是所有手残党 我们都可以通过练习练会的一个C卷大内扣 如果你是真的第一次卷的话 你一开始可以把这个电源关掉 然后模仿这个动作 先试试看整个感觉看上去对不对 卷棒头朝里,加板朝外 然后这样子放在头发上 像我的话属于天生自来卷 上面头发也比较毛躁的 所以一般呢我会稍微带到一点上面 上面就这样子顺下来 有一点拉直板的感觉 然后下面这样子做一个C卷 唯一的知识点就是做C卷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的就是 发夹烫板的一个方法 就是最错误的方法 就是头在外,板夹朝里 然后这样子做C卷 如果你这样放板夹的话 头发其实是不会有这个卷发棒的弧度的 会因为板夹这边这个折痕 而烫出一个折痕来 正常放对的情况下 弧度就会比较自然 好,这边头发就是很快速的这样拉过C卷的 这边呢是没有做过的 卷之前一定要把头发给疏顺疏通 好,这就是两边都卷完C 一般的话其实这样就也可以出门了 至少不至于像完全没有打理过 好,第二步 当这里我们开始熟练了以后 稍微加几步 卷刘海 你们拿出脸旁边的这一小撮 这样子横放 然后呢,朝后面 然后这一边就会增加一点这个弧度 这边也拿一根 卷一下这一边的刘海 都是往后 这里就会多一点这个弧线 其他头发呢,你可以拿几撮做外扣 卷发头要朝外 板加朝里 卷出来就是这样的 然后多挑几根做这样子一个外扣了之后呢 头发就会又有内扣又有外扣 这里就会成为这样一个烹润的圆 比起这里单一的往这一边 这里会显得就是更加丰富一点 然后右边我们也加两根 原则上呢是里面的朝外 外面的朝里 然后成为这样子一个圆形的弧度 是不是一点都不难 第三步 我们让它变得再丰富一点 再拿几撮 然后我们卷一个厉害的 就是全卷 你就这样子吃住这个发尾 做完C卷了之后 你的卷发棒朝上 耳朵以下 卷个两三圈 然后呢你就会获得很卷的头发 一根 多找几根 如果你想让头发更加烹 你可以多找里面的 它会像你里面装了一个支撑一样的 我左右两边各找了三根 然后你们看这个弧度 有觉得头发比刚才 普通的C卷变多吗 更加有层次感丰富一点 那很多姑娘她的发顶 会比较的塌比较的瘪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烫一下发根 发棒这样直直的垂直插进去 要把圆的这个放在头发的下面 发夹片放在上面 然后呢 遮阳值 你看到没 它就会更加的高一点 你什么地方想让它起来 你就把大的这一个放在下面 你看到没 这里就更大了 然后到这里呢 关于C卷 我觉得就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进行到S卷 就是这边会有一个波浪S 要把卷发棒放到你头发的这个后面 夹住你的头发 包住这个圆出来 然后呢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你这里会获得一个卷度 发尾这边流出来 你可以稍微卷多一点 这里呢 就又会有一个弱度 这样两层就是两个卷 发尾不要卷到 停留一会儿 然后你放开 一圈一圈 一共两圈头发 你也可以卷一圈就直接放开 这样的话就是一圈波浪 你的发棒一定要是竖着放的 你不要这样子横过来 你要这样子竖着卷 然后你出来的卷度 就会一圈一圈 全都是这样子竖着 像螺旋纹一样的 脸两边的头发 是最决定整个头发的感觉的 越后边的头发越不重要 像我们这样的人 能出门正面给人看到好看 就已经挺不容易了 后面的后脑勺呢 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所以呢越到后面就可以越马虎 我们能卷就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对吧 另外一边也一样 把发棒放在头发的后面 然后因为我自己呢 头围有58 所以我的卷度呢 一定要在耳朵以下 我的卷不能再往上了 再往上增加我的头围呢 我的头围就要超60了 那这样的话 我的头有可能就比雷佳音都要大了 卷发 你们看那种高手 它经常里外里外交错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一边 刚才我不是都往后卷的吗 你们也可以随机的拿一撮头发 然后看上去会更加的丰富一点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做过先前的步骤 卷完这里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这里再 往里稍微这样扣一下 我们来定一个行 拨开看一下 这个卷的好处呢 就是它也会比C卷更加持久一点 因为你上卷的那个地方更加多 然后呢 撸开之后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最近在我视频里看到的 我这个S卷 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到这里 大家应该已经累了吧 但是 优秀的学生 就要做附加体 还有一种卷法 就是刚才的这个S卷的基础上的变种 这样呢 你卷出来头发就会更加卷 一开始呢 可以少一点 因为呢 你需要做把发棒退出来的这个动作 看到没 你需要把发棒退出来 所以说如果头发很多的话 你会比较不太好上 看到没 你再多来几句 你这个头发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样的方法呢 刚才是往后 老样子 往前 你看 这就是失败 来 从来 从来 我们再来喷一喷 就好像 很多的样子 学会了吗 其实呢 无非就是内吸扣 外吸扣 S和附加体卷 如果一个卷法的过程中 可以同时应用到好几种卷法 你的卷法看上去就会 难以捉摸 说这个是不是你们看过最简单的卷头发视频了 最后不要忘记 关掉卷法棒 防止烫伤 记得素质三连 是哪三连来着 就这样吧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Fiona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你们看 我卷一个头发 扒拉头发掉了那么多根 因为看起来 我卷一个头发 我试用 我卷到这边 我卷到这里